大家好 美国海狼机核潜艇SSN22康涅迪号 现在有了最新的消息 我在渠道获得的消息 美国海军军事法庭已经对康涅迪号SSN22 舰艇指挥官以及高级助理 声纳管理员还有水手长三人进行了宣判 美国军事法庭对三人进行了宣判 现在宣判结果三人罪名成立 但是这个罪名没有对外公布 细节没有对外公布 三人这个刑期也没有对外公布 我之前说过 这个舰长包括声纳员还有水手长 这三人之前已经被解释了 在关岛的时候就被解释了 而且这三个人瞒报了自己舰艇受伤的情况 当时康涅迪号碰撞以后没有对外 特别对美国海军司令部公布相关受损情况 导致了延误 这个康涅迪号有七天时间对外没有联络 没有及时返回关岛 康涅迪号是在今年十月初 我当时报道过 是在南海永兴岛附近 永兴岛附近 美国说是撞山 实际上撞的是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中国的反潜装置 在永兴岛附近的反潜装置 这艘潜艇进行抵禁侦察 声纳员水手和舰长实际都出现失误 过于自信而且瞒报 导致康涅迪号的压载舱 撞击到了水下的反潜装置 声纳丢失 另外减压舱破损 但是没有及时向美国海军司令部汇报 七天以后才开始向美国海军报告真实情况 这次对三人的审判 很可能是因为三人瞒报当时康涅迪号受损情况 另外三人在指挥操作上也有失误 导致美国海军的重要资产康涅迪号受损 这三人实际上在关岛的时候已经被控制起来了 但是美国康涅迪号所有舰员还是没有下船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康涅迪号有辐射情况 现在也不得而知 美军对康涅迪号现在所有信息是管制的 我从我渠道现在只能了解到目前这个状况 三人已经被审判 三人已经被审判 这三个人看来未来不会再从事海军这个职业了 那康涅迪号这个事我觉得已经告一段落了 现在康涅迪号在12月15号已经从关岛抵达圣迪亚哥 未来将在华盛顿州造船厂进行大秀 修理时间现在没有确认 但是据我现在渠道了解 康涅迪号受损的情况 对前端受损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 受损不影响康涅迪号未来重返美国海军 所以现在看来修理 修理以后就可以重新返回美国海军服役 那康涅迪号这个事我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美国海军的盲目自信 自大可以说是自大 水深只有三四百米抵近永兴岛 进行抵近侦察 过于相信美国的先进装备了 过于相信自己的雷达和水下的声纳技术 抵近侦察以后 盲目自信撞击到了水底的反潜装置 导致声纳丢失 导致压载舱破损 破损以后 舰艇的指挥官有极度的恐慌 甚至不向上报告 不报告自己受损情况 导致整整七天 核潜艇在受损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最高总部就是美国的海军司令部 不知道具体受损情况 你不上军事法庭 谁上军事法庭 极度的自大 又极度的慌乱 你看这就是美军 不要把美军想象的很厉害 美军好像是战无不胜 是你看美军的自大导致自己的愚蠢 犯下愚蠢的错误 犯下错误以后 又没有进行及时的汇报 又进行隐瞒 你可以看美国海军的指挥能力 隐瞒不下去七天 上浮以后 海军司令部告诉赶紧回关岛 整个事态发展下来 你看看海军 美国海军最先进核潜艇的指挥官 这个素质 所以我说核潜艇 这个撞击这个事 其实反映出是整体美国海军的衰落 美国海军战力的衰落 这是我的观察 整个事件呢 其实也不复杂 这个康尼迪哈尔就是跟着美国那个航空母舰 从日本过来 本来想这个地区啊 进行这个 对中国相关的水域 相关这个核潜艇 还有相关岛礁 南海岛礁侦察 结果盲目自信 自大 导致潜艇出现事故 然后又极度的恐慌 瞒报甚至 瞒报 整体上呢 美国海军在南海啊 他已经没有优势了 美国最先进的核潜艇啊 康涅迪克号 你想想他的指挥官 再加上他的艇员 都是这种水平 你可以想象美国其他舰艇的指挥官 其他舰艇的艇员 其他舰艇的这个能力 所以在南海啊 就是美国根本没有完全压制中国 压制解放军的能力了 所以美国为什么紧张自己失去南海 失去南海就失去了印度洋太平洋 这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门户啊 失去两个大洋的通道 美国就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整个的海上霸权 没了海上霸权 海洋文明没了海上霸权 他这个文明叫失落啊 他就没了美元霸权 没了军事霸权 没了科技霸权 美国就被边缘化了 你看南海这次撞船 反映出来的是整体美国的衰落 和我之前的判断是一致的 站在你们的赢尸商方畅 一撞紧的音乐 一会儿和我们的婚姻 在那边都被吸召开 优优独了 但是我试召发了 甚至是没有了 因为我们的婚姻 有一点有信文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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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